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看一臺弗洛克17B 可以看到這是一臺外觀非常非常新的機器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花痕 它這是什麼問題呢 老毛病了 還是老毛病 電池腐蝕 你看這個電池片腐蝕的直升一個底座了 其他地方都還比較正常 這還是一臺硬性的15B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到顯微鏡下面來看一下腐蝕的情況吧 好 現在現在就是顯微鏡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負極的 負極的觸片就附近裡面基本上都已經 腐蝕了 這裡都腐蝕了 可以看到這裡都是腐蝕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這個線呢 我也不確定是不去推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修復吧 這裡都是牠比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已经装起来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已经跟他换了一个全新的铁带的电池片 基本上看不出来是有贴换的痕迹的 装的完美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电池仓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也是腐蚀了 这个粗片也断了 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要跟他做一个清洁 可以看到里面很脏 那都是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电池里面腐蚀的非常严重非常脏 这个电池片也断了 我们要跟他换个新的 但是这个盒子还好 还没有腐蚀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换个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来把它清洁一下 然后换一个新的电池片 现在清洁的已经差不多了 也换了一个全新的铸片 这个电池汤呢应该是可以用了 然后我们来装机测试一下 好现在装好了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开机 OK正常 OK所有的档位呢 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好然后我来检查一下他的相关的档位的精度 如果不行的话来做个校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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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